在美國必逛的超市當然就是 Trader Joe's 大豐收的感覺 大家都愛Trader Joe's的冷凍食品 Trader Joe's 假季新品開箱 Lemon Ginger Cheesecake 好奇這個味道吃起來好不好吃 好吃嗎 很爽 還要 在美國必逛的超市當然就是 Trader Joe's 我們家附近新開了一間 走進來就發現這裡的那個 走道更加的寬敞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寬的Trader Joe's 然後還有那個 貨架的部分 它也變得比較矮 你的視野上就會覺得更遼闊 不會說東西壓迫感很重的感覺 還不錯耶 逛起來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明亮 那我們也有一陣子 幾個月沒有來Trader Joe's了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什麼好買的新品試吃囉 黃色的櫻桃 現在是櫻桃季 滿多櫻桃都便宜 我喜歡美國超市 就是一進來 通常都會有很多花 然後這一種可以買回家種 香料貨合那些 好小喔 好像是那個燈籠果對不對 滿滿的酪梨 美國好喜歡吃酪梨 這種桶子打橫放 有一種大豐收的感覺 就是你的貨物滿出來 全都就是超市 很紅的還有購物袋 很多人會買回去 就是當伴手禮 那賣最好的就是這一款 就是大款的 然後還有這個是 保冷的 保冷袋這樣子 前陣子呢 有推出他的迷你版 通的 通常只有在店剛開的時候 來才可能買得到 有人有買到嗎 有人有買到那個 Baby版的嗎 迷你小袋子 但我覺得這一種也滿可愛的 就是各種 麻袋 麻布袋這樣子 然後這個 長得像紙袋 可是不是紙袋 這個可以重複用的 這看起來也很好看 精華所在 大家都愛 TraderJaws的冷凍食品 這個我們之前沒買過 這是那個 喔 少司耶 對 就是網路上很紅的 大家都在說這個好吃一定要買 然後之前我們有去過想要找 所以我都賣光了 今天竟然有貨 因為是新開的店 對 這家店的冷凍庫也比一般的店大很多 對 這個有韓國的這個小菜 地瓜粉條 喔 那個可看起來好可愛 對 對 喔 這種綜合的 另外一個 有Strawberry的 我們上次買過的這個 洋芋片 然後外面包巧克力的 就是甜甜 然後後來鹹鹹的 小桃的購物很理智 他每次看到什麼東西 就是他都會想一下 就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買了回去就有得吃了 你現在不想吃 可是你等一下回去就會想吃了 可是他都會理智 就覺得就不要買 我覺得 如果你是吃飽來逛超市 你就會覺得購買欲沒有這麼強 如果你是肚子餓來 你就會覺得這個也想要買 那個也想要買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是 有點吃太飽的狀態 所以下次應該有餓一點的時候 再來逛超市 千層麵 千層麵 好飽喔 哈哈哈哈 看到就飽了 咪寶 你一直拒絕爸爸 真的假的 你一直拒絕爸爸 真的假的 媽媽我們買這個的 哇 他也懂 為什麼小桃的懂 你為什麼懂這種松露巧克力 他有跟媽媽吃過啊 這什麼 不知道 我只覺得他名字很特別 他叫做 卡丘伊伯伯 奶油醬起司黑胡椒義大利麵 名字好可愛 好像一首歌喔 卡丘伊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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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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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特就此冷凍櫃的特色 下面是冷凍食品 中間會有一排放醬料 最上面通常會有很多 手工零食餅乾 然後或者是各式各樣特色的 零食點心 所以呢 就是主打一個 大人小孩都逛得很開心的路線 大人在看下面有什麼好吃的 可以買回去 就是晚餐吃啊 明天吃啊 小朋友的眼鏡全部都放在上面 喔那個巧克力 那個餅乾 看起來好厲害喔 然後呢 爸爸還可以順便逛一下 欸這是什麼醬料啊 然後什麼調味粉啊 就是一次一起拿 我覺得其實 購物體驗非常的棒 黑巧克力裡面包 還有這個 薄荷奶油 喔 它是New Recipe 它上面寫是新的配方 對 薄荷奶油聽起來好像蠻好吃的齁 好啊買買看 吃吃看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Lemon Pie 這個光包裝看起來就很好吃了 明天吃 薄荷巧克力 你說什麼 我跟你說 我想要買 你買 好給你 你今天大豐收耶 很多人都很喜歡烏北相關的東西 紫薯吧 我們好像沒有特別的愛 可是就是 很多只要一推出什麼紫薯新的口味 然後就會變成是網紅商品 大家就很喜歡買 就紫薯的冰淇淋啊 紫薯的餅乾啊 紫薯的創意料理什麼之類的 在美國的話 烏北非常的有名 烏北 麻糬冰淇淋 這個又是 烏北 冰淇淋 買一盒馬卡龍 喔好可愛喔 這個什麼怪形狀 下奶嘴 煎煎的 喔這個Strawberry 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 好 好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來開箱 夏季的美國Trader Joe's 或是有些華人叫做Trader Joe的 這個夏季新品開箱 不一定每個都是剛出來的 因為我們上一次去那個Trader Joe's 應該有九個月十個月以上了 Trader Joe's普遍在當地美國人的一個評價裡面 就是說他們非常喜歡他們Trader Joe's的食物 不管從生鮮食材啊水果啊 那特別有名就是他們的零食類和冷凍食品類 就他們非常喜愛 但他們都會抱怨說Trader Joe's的店的那個規模 通常都比較小 而且停車場呢是著名的小 就很難停車 所以之前雖然我們城市有一家店 但是每次去因為停車場都很難等 我們也沒耐心 然後再加上就是之前要用健康飲食的話呢 我們也比較少去 因為很多零食呢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不太能常吃 這個夏季呢 反正小朋友放暑假呢 而且呢我們是這個城市的 在一個更大的一個Shopping的Plaza廣場裡面呢 又新開了一家規模大的Trader Joe's 而且停車位呢非常的充足 我們當地的城市的一個城市的群組裡面啊 哇大家都說哇萬歲萬歲 哇我們太棒了這個老天祝福啊 終於有一家更大的Trader Joe's開幕了 就Trader Joe's確實是在這邊 不管是華裔也好或是當地人也好 就是非常火非常大家都很愛的一家店 我們簡單講一下今天買的哪些東西好了 好那我自己呢感興趣的呢 剛剛這個店裡面也講的這個 韓式的這個海苔手捲 在華人的群組裡面呢 就是也常常的就是大家推薦 然後上次沒有吃到過 那我也勝到的呢 買了這個韓式的小菜 韓文的英文叫 炸菜對不對 是不是叫炸菜的意思 那Korean Sweet Potato Glass Noodle 就是地瓜粉絲加上蔬菜 這個也是要加熱吃的齁 好還有這個 我也覺得很新奇齁 這個是韓國烤肉會常吃到的招牌 這個帶骨牛小排 這也是我個人很愛吃的部位 然後接下來呢 總不能來到Trader Joe 硬吃都是吃亞洲食物嘛 我們之前拍的Trader Joe的影片 都是亞洲食品開箱為主 那今天呢 因為都是老外推薦更多嘛 所以我就買了兩款這個義大利麵 黃色包裝是義大利的麵餃 還有這個是奶油起司醬胡椒細麵 我以前算是很愛吃義大利麵的人 而且很多時候我也會研究 義大利麵餐廳的那種菜單 義大利每一種麵條 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名字 不像我們細麵粗麵扁麵 他們是什麼 鼻管麵叫Penny Spaghetti 然後呢 還有好多什麼Tordolini啊 Macaroni啊 每一種麵都有它自己特殊的 義大利麵的文字 接下來進到甜點的部分 大部分是小桃德飄的 好 首先是這個零食大綜合 裡面有甜優酪乳的那個 包的那個Pratzo餅乾 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些 類似MMM巧克力啊 花生醬巧克力杯啊 還有這個黑巧克力的這種餅乾啊 還有一些小糖果 反正就是一個綜合糖果 還有太飛糖 對太飛糖看起來超厲害的 小朋友就會被這種顏色鮮豔的包裝 對 這個吸引 好這個就是很適合夏季 夏天小朋友愛的 好這個一定要先講齁 Trader Joes的 Srawberry Lemonade Ice Bars 草莓冰吧 檸檬冰 耶 看起來非常的清爽 好你繼續介紹 好那他先猜 我們先吃甜的好了齁 好再來是這個小桃德很愛的這個 馬卡龍 馬卡龍口味非常多喔 他竟然有六種口味的馬卡龍 五花果檸檬 杏桃 椰子 開心果 海鹽焦糖 這麼小和這麼多種口味不錯 好這個是像是Oreo的冰淇淋三明治 但是他裡面是用這個薄荷的奶油 這個是薄荷奶油的巧克力糖 小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一般小孩子我以為不喜歡吃薄荷 但是他都喜歡 因為媽媽喜歡吧 他從小就一直覺得薄荷巧克力是很好吃的東西 對這個看起來非常精 非常經典包裝的是松露巧克力 然後最後呢 這是我自己看挑選的齁 不知道觀眾朋友覺得我個人挑選的品味如何 這個包裝我個人覺得設計的很漂亮 非常有70年代美國的風格 就是黃黃的 然後那個字體有沒有選的也是很美式那種海報的那種字體 叫Lemon Ginger Cheesecake 就是檸檬這個薑汁起司蛋糕齁 相信很多人看到的都會想說 吃吃看齁 很好奇這個味道吃起來好不好吃 被包裝吸引了 好這盒冰棒打開來有六支 他長得有點比一般還小對不對 大概1.8...1.5公分厚 一打開那個檸檬味很重 它就是外面是檸檬 然後裡面是有草莓的感覺 整隻就是偏酸酸甜甜的 檸檬味很香啦 還不錯我喜歡 好 OK 非常的夏天 就拿去冰了 好 好這個你看裡面就是很多種這樣的餅乾 拿一個試吃看看齁 優酪乳的Pretzel 沒有吃到優酪乳的感覺就是糖霜的感覺 你要吃的是這個彩色的 太飛糖 這個是太飛糖好漂亮喔 它裡面還有附上這種小粒的糖果 不知道巧克力還水果糖 MX嗎 噢一個MM而已 好啦這沒什麼學問就是包裝可愛你看 它一樣跟這個學這個檸檬蛋糕一樣 都是那種鮮黃色的包裝 所以就是讓人看著心情覺得很好 這包裝讓食物加分啊 食物其實中規中矩 那好漂亮啊 就黃黃黃黃黃的 好 接下來我個人是比較期待這個齁 這個薑汁檸檬的Cheesecake 這個有可能現在還不見得切得動 因為我們剛剛才冷凍 他說要脆冰大概幾個小時才能吃 但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好啊 哇 哈哈哈哈 好像是一大塊冰塊 它就是這樣子齁 已經有包 外面還是有一層那個玻璃那個包膜 好接下來來吃這個冰的這個 冰淇淋三明治 而且是有薄荷口味的 它很像那個ORIO餅乾有沒有 一盒就是這樣子的包裝 好拿一個來吃吃看 你看 它餅乾其實已經軟掉了 它薄荷味還好 它只有大概是微薄荷的薄荷口味 它不會很重 對但吃起來沒有想像中的好吃 我覺得因為餅乾是軟軟的 你的頭要靠過來齁 嗯 你覺得是好吃嗎 有很薄荷嗎 Light Light minty 對 It's not too heavy 有比這個chewing gum還minty嗎 嗯嗯 然後 總之我覺得不錯啦 就是以便利度來說的話 你看哪一個比較好吃 這個是chocolate with mint inside This is not frozen 這個薄荷味就比較重了 嗆的程度很像那個餐廳 會送的那種免費薄荷糖的那種 就是標準的薄荷糖 剛剛那個冰淇淋比較沒那麼薄荷 這個薄荷的很明顯 所以口感 那薄荷味會更多 薄荷味 會更多薄荷味 對 然後小饕也說這個比較薄荷一點 口感非常的綿密黏黏的 我覺得算是好吃 它甜度也算蠻甜的 但是還好險的是因為它的巧克力夠苦 巧克力本身的味道夠重 所以不會甜膩 好啦 Cheesecake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斷面層 好 薑汁檸檬Cheesecake 喔 我本來想說這應該是很奇怪的味道吧 原來薑汁可以這樣子用耶 因為在我想像中 薑汁會感覺是用在吃薑母鴨 或是吃什麼這個薑汁豆花 會很嗆 可是既然乾檸檬和Cheese搭在一起的時候 那薑汁反而是變成有點像是 也會變得跟水果是搭的耶 我沒有想過 薑汁放在水果裡面 竟然會讓這個檸檬的甜膩呢 解膩的作用 就是那種一點點的微嗆有沒有 反而增加它的檸檬的那種香氣 而且是融合在一起的喔 就是薑和檸檬會 讓你覺得是一種新的水果的感覺 它的平衡拿捏得非常好 那個薑的作用在於把檸檬的香氣 在你的鼻腔裡面延伸 加長的那個時間 在你這個鼻腔裡面煙燻的這個檸檬的香氣啊 持續的發酵 所以我覺得很成功耶 而且它的餅乾的派皮 厚度厚度接近這個一公分齁 是我喜歡的 因為我吃七歲很喜歡吃它的派皮 小桃德剛剛我問他要不要買 他說他不喜歡吃薑 但是呢我想給他吃吃看 他會不會覺得很好吃 你小心 What Did you taste the lemon Lemon有吃到嗎 那有吃到Ginger嗎 Yes It's good Hey I really taste weird Tastes weird 好 那只能小朋友確實對這個薑比較敏感 很好吃啊 很好吃對不對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好David你要不要選一個口味 你要Fig Fig就是無花果 然後有Lemon Africa Lemon Lemon Lemon我看的話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黃色的吧 對可是你有時候看顏色也可能猜錯啊 對不對 那我猜黃色的好了 好 好 不同顏色 那我給你一個Lemon的看看 He says it right here Oh yeah 有啦 它的側邊很貼心齁 有給大家看到那個 不同顏色是哪些口味 然後我想吃這個Africa Africa杏桃口味 因為這個感覺蠻特別的 喔 對我爸爸也吃一口 然後剩下三分之一給媽媽 我們家人吃東西就是這樣 有一省有沒有 爆料一件很好笑的事 我以前跟大桃交往的時候 他去麵包店 一次買了大概八顆麵包 然後就被他先咬一口 你先咬一口 我記得 不是就是你 我記得是這樣吧 你全部都咬一口 然後我打開那個麵包 就只有八顆麵包 全部都被咬一口 然後他覺得說 他只要吃一口就夠了 然後剩下全部都給我 我印象中好像是你做奇怪 我覺得這個馬卡龍喔 口味各方面 外面不太酥 外面就是專賣店賣的耶 他尺寸比較小 可是其實馬卡龍的重點 我覺得小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辦法 完全吃完一整顆的 就是一顆裡面 大概你給我四分之一口就夠了 I wanna try the figs 來 其實椰子的我也很想吃吃看 椰子吃起來就很像在吃那種 外面賣的那種椰子餅乾 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很甜 然後椰子的味道也蠻夠的 不酸 Fake應該也不是酸的水果 but it's not sour I don't know like some 他的尾勁就很有那個無花果 有點像蜜桃的 蜜棗的那種 蜜棗的那種 Coconut is coconut Coconut very coconut right 嗯 OK所以我覺得這個馬卡龍可以買 五花果這超五花果的 裡面的內餡完全就是五花果的果肉 放進去之類的 就是那種感覺而已 喔對這個還沒看 好最後齁 小桃 小桃的戲份只有在甜點的部分 哈哈哈哈 Truffle 超好吃 嗯 喔 It's super creamy 非常的奶 非常的絲絨 非常的綿密 然後帶了一點點鹹 OK 反正這個我也失望啦 這怎麼買都一定好吃 好吃 嗯 我覺得它比外面的多了一些層次 因為它帶了一點鹹 對 不會很甜不會很甜 真的好吃 喔 好好吃喔 吃完後進巧克力的那個 非常的平衡 那整個就是那種 含在嘴裡會揉 那種很綿密的那種 就是那種水乳交融的感覺 對 質地也很好 味道也很好 欸這好厲害喔 只是包裝比較普通一點 我覺得這種包裝就是經典包裝 對 就屬於經典牌的 對 這樣子我們再把這個 熟食也做好來吃看看 好 好 這一個 這一包義大利麵 長這樣 打開之後 就一團一團的 然後有醬汁 像義大利餃的這種東西 像這樣 好 這兩個都微波加熱就可以了 大陶現在正在烤牛小排嗎 哦 油膩膩的油膩鮮嫩多汁 哇 那個油在跳舞耶 呵呵 好 好 這麼豐盛的一桌 不說的話 應該猜不出是冷凍食物 哈哈哈哈 他們的義大利麵的兩道啊 都是這個微波四分鐘 然後攪拌一下再加大概兩分半道 三分鐘左右 非常方便 那當然他也說 你也可以把義大利麵放在烤箱 或是用鍋子自己加熱 那我們一律的原則就是說 只要它的烹飪方式是有越簡單的越好 因為我們買這種冷凍即食品 其實就是要簡單嘛 除非它調味非常好吃 我就覺得說值得可以買回來自己加料 是是是 那我們今天試吃 我們就用最懶人的方式 那個韓式牛小排的部分呢 他主要他推薦是用鍋子煎 可是我想說因為我個人就是一樣懶嘛 所以我就選擇用氣炸鍋 就是加熱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像這個韓式的這個小菜呢 冬粉 地瓜冬粉也是用微波乳加熱 加上這個壽司捲也是一樣 就是都是微波加熱就可以吃了 我們就來先吃一下這個壽司捲好了 因為這個是網路上的最多華人朋友推薦的 好這應該是素的吧 裡面包的什麼東西 包的蔬菜蘿蔔胡蘿蔔 還有一些像是這個炸菜的東西 對啊菜 對就醃製的那種炸菜的東西 好我們來吃吃看 到底呢值不值得大家排隊狂掃 我覺得 他完成品乾這個 除蚊我覺得還算符合啦 算不錯 飯的質地呢 倒沒有到乾硬 可是 微波完 他算是鬆軟的 可是呢 飯粒不綿密 就是沒有那種日式壽司捲 該有的米飯的那個綿密彈性 它會散開來 他也可以用冷的吃 所以就讓它退冰 自然吃會不會比較好 我不知道 那調味上呢 它的醬菜蠻有味道 而且呢 麻油味也蠻香的 如果天氣冷的話呢 就是不介意吃米飯這種碳水的話呢 就是為了一個方便的話 我覺得吃起來 我覺得是OK的啦 料比較豐富的壽司捲 你就不要把它拿來當作比醬 你就吃個清爽啦 可是是我不會再買第二次的 我也不會再買第二次的 對就是 你真的很缺 飯真的就是 就對 沒有吃壽司的那種感覺 壽司最好吃的就是它的飯啊 對 壽司捲我們喜歡它的飯 有點醋的香氣 綿密的黏黏的 綿密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 是這個地瓜冬粉 它的賣相呢 也不錯 其實 它跟那個包裝上啊 都沒有落差的很大有沒有 其實 並不會說照片很好看 然後加熱出來看起來很寒酸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他們做的不錯 就是料該給的都有 加了很多青椒 各種的蔬菜 還有地瓜 它的蔬果呢 保持原味 就是吃到很原味的很原始的那種青椒味 反正它就是蔬菜非常的原味 然後粉絲它也幾乎沒有什麼鹹味 就可能感覺也只有加了一點麻油去調味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清淡的一道料理 好 就是它的粉條 的彈性竟然是不錯 出乎意料的有彈性 質感也不錯 而且 微波完我覺得 才可以保持那樣的口感我覺得是不錯 它沒有軟爛 而且彈性十足 口感不錯真的 可是調味真的就自己回家 要自己加什麼韓式辣醬 或什麼 或是撒什麼胡椒鹽啊 什麼之類的 好健康喔 有一種奶奶吃了也OK的 對對對 就很適合 不會太重口味 就引髮足吃 哈哈哈 好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佩麗擺盤過 之後看起來瞬間高級了 盤子漂亮 對 料理也非常的簡單 真的是微波四分鐘 攪拌一下再加熱三分鐘左右 對 然後這個叫做 Caccio e Pepe 其實義大利文翻譯成 就是 Cheese and Pepe 就是 起司和胡椒的意思啦 反正就是 就是沒有額外的添加物了 就專門就是 對 起司和胡椒的 這個 像我這麼愛吃 其實我也沒有吃過 單純就是這種 就是起司加黑胡椒 而且它起司很高級的起司 很濃稠很濃稠喔 對 叫做 Pecorino Romano Pecorino Romano 的起司 非常濃稠 然後黑胡椒也很明顯 好來 吃吃看喔 好你吃 我剛加熱完已經有偷吃兩條了 哦 哈哈哈 它這個濃稠到那種 就是你感覺就在吃起司一樣 麵條我們微波的溫度剛剛好 就是很彈牙 當然就要趁熱吃 你稍微冷了一點 它就因為氣 它那個氣質太濃了 濃稠到 一般冷吃呢 你就會 它氣質就凝固在一起 超級無敵濃 然後那黑胡椒也超級明顯的 就是黑胡椒如果你把它分 就是小中大的那個味道的話呢 這個是大黑了 這個黑胡椒的量是很厲害的 真的 它整個是非常重口味的喔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種冷凍的意大利麵 這麼的重口味 通常我們去超市買那種冷凍意大利麵 都是給小朋友吃的 那確實味道就是很小朋友 可是這個是給大人吃的 真的 你吃到那個調味會覺得 哇好像在什麼很高級的餐廳 對 除了擺盤那個樣子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它真的就是很高級的感覺 你自己再加點蝦仁 或是這個醃過的那種雞柳條啊 或什麼之類看起來就 就吃起來就很營養了 然後這個調味它的用料啊 用料的十足性 調味就是你就算在高級餐廳吃到這道料理 你也會覺得是符合那個價值的 味道很厲害 這個就沒有吃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我覺得會一開始覺得這個意大利麵的樣子 長得很像那個 蝴蝶的那個油 哈哈哈 很像在吃一堆蟲蟲 這個叫做尼爾吉 尼爾吉 它那個前面的G 不發音尼爾吉 尼爾吉 這是我看地獄廚房學到的 哇 你要吃一碗蟲啊 對它弄的像是蟲蟲 蟲蟲 起司沖沖 它起叫做Gorgonzola Gorgonzola Cheese 嗯 也是非常濃的這種起司 那你先吃 哇 哦這好好吃哦 蛤 這個麵哥當然那個 嚼勁像幾乎在吃麻糬一樣哦 哦 真的是在麻糬那個Q彈 然後那個起司醬也夠鹹 因為 它知道說這個 因為它是比較有份量的這種麵糰有沒有 它起司醬要夠鹹才不會吃到一下就沒味道 對它比例其實也蠻剛好的 因為這兩種氣它真的就是用 兩種麵它的氣卻就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奶味鮮奶味 它質地比較濕潤一點 鮮奶味鹹味比較明顯 嗯 那剛剛搭配細麵條的 因為它加了胡椒以後 那個鹹度就不會這麼的鹹 但是配細麵是剛剛好 哇 那個好好吃哦 出乎預料的好吃 比麵疙瘩好吃太多了啊 它比我們華人吃的麵疙瘩的嚼勁還更明顯 所以它要多咬兩倍的量 因為我本來預期麵疙瘩可能就是 就是麵疙瘩那種口感 就偏有一點點硬 可是有嚼勁 可是這個是很Q軟的有嚼勁 就是那個嚼勁的感覺是不同的 對 所以這道菜看起來看那個包裝真的不怎麼樣 對 結果買來其實這兩個 我都覺得是真的是好吃 因為我們常常在超市 連鎖超市啊 也會幫小桃的買各種各樣的一些冷凍液大麵 就是一般美國的品牌 然後他們就是給一個碗自己加熱 可是我們很少微波加熱碗吃 然後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就是真的是感覺 有看餐廳水準的 對 餐廳水準的那個味道 有看餐廳水準的那個味道 有看餐廳水準的那個味道 有看餐廳 來 那出乎我意料 對 就是韓式帶滾 這是我在韓國烤肉店的最愛吃的部位 吃香大家就別介意 粗魯一點 它是重口味的那種 就跟韓式烤肉店吃到的很接近 因為這種肉本來就是腌的又鹹又甜 在外面韓國店吃也是這樣子的味道 而且都是腌的 就是幾乎可能是要重到說 要嘛就要配生菜吃要嘛就要配白飯吃 那這個確實 醃得非常的入味 你單吃的話呢 會稍微口味會重一點 我覺得不錯 韓國的店有些店 它會甜味會少一點 有些店就跟這家會差不多會比較甜 我個人比較喜好就是 再不甜一點 然後重鹹 或是一些 可能一些像譬如說洋蔥啊 或辣椒味 醃製的時候 或是胡椒啊那種 比重比例上來講會再稍微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已經算是很成功了 就是幫你醃製好 那你如果住了城市 你附近確實沒有韓國 韓國超市 然後 你如果去韓國燒肉店吃 你也覺得麻煩對不對 我不想吃那麼多 我就只想吃一點這個肉 那這個東西買回來加熱 我覺得是可以滿足到你的 配一點韓式泡菜 加一點生菜 如果你想要減肥的話 就很好吃了 嗯 就算這個 喔 調味很好 對 重點是它的調味 嗯 調味很好 肉質也OK啊 對啊 肉質就是該有的肉質 肉質 它本來就是吃有點嚼勁 但是不會太軟太爛 但是也不會老 也不會咬動 乾掉 那剛剛好 它就吃口感的 它的那個嚼勁感覺已經有點像 豬肉乾那一種 就是 咬得動 然後 可是你不會覺得它是QQ的 對 這比滿多外面的那種 夏威夷烤肉店的肉飯吃 比很多外面 就是不知名的那種小店 美國當地的那種快餐店 這個也不會輸啦 嗯 好 今天開箱試吃完畢 反正就是我們拍這個目的就是 就是住在美國的 或是來美國玩的啊 暑假來這邊玩 想要體驗當地這些 這些所謂的網紅美食 然後網紅 店這種有機超市 會賣的這種食物呢 哪些好吃 哪些是我們覺得比較 不合我們胃口的 然後我們現在都很小心 我不能說什麼東西難吃 因為像韓國食物我也沒吃過 搞不好道地的 這個地瓜粉條 好 就是那個味道 就是應該是這麼的原味 那我們自己就吃不慣 所以我不能說它不好吃 只是不合我的胃口 而已 好 那就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非常感謝 對 我最喜歡麵哥的啊 對 這真的是 真的 好好吃喔 會回購 會回購 意大利麵 它的意大利麵還有很多其他的種類 我今天只是任選兩款而已 那Trader Show才有一些印度的料理 還有其他一些墨西哥的料理 等等南美洲的 其他歐洲國家的一些料理 那我知道他們有一款這個蔥油餅 很多人說好吃 對 然後有一款是那個豬肉有 薑的口味的小籠包也還不錯 那也是我們偶爾有經過就會去買的 所以它亞洲食物的話我覺得就是 各半就是 它有一部分會是針對美國人口味 有一部分是華人吃的也會覺得好吃的 我是以華人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韓國的東西有些我吃不怪 華人的東西呢就是 就是口味各半啦 有些好有些不好 那歐美的東西我覺得大部分 所以難怪 幾乎住在美國的當地的居民呢 對Trader Show這些產品系列 都非常的推薦 幾乎都是很少看到有負評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以推薦給大家 好 這一系列 那可能下一次去呢 又要過個半年一年了 因為他們新品應該也沒那麼多 你之後過一陣子有什麼新品呢 會再去做介紹給大家看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